如果有一个人发现自己被骗了 他承认自己被骗的时候呢 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愚笨的 所以通常这种时候 大家不愿意从幻觉当中 显觉过来 就像有些人觉得说 股票只要我没有卖 我就没有亏啊 只要我没有分手 他就还是爱我的啊 只要我继续做这个影片系列 大家有一天一定会看的 你有说过来自 奈及利亚王子的求救信吗 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诈骗手法 信件内容通常会是说 哎呀 我是一个来自奈及利亚的王子 我现在国内爆发内战 所以我所有的钱 全部被锁在银行里面 领不出来 拜托 请你借我你的银行账号 让我把我所有的钱 全部汇到你的账号里面去 这样子一来转到境外 我就可以使用了 事成之后 我一定会给你 很多很多的钱 这么样一个疯狂 而且非常难以置信的骗局 竟然全世界有超级多人 都受骗上当 你就一定跟我一样想嘛 就想 哎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呢 看到这个素媚平身的人 完全都没见过面 就这样傻傻相信他 跟他做交易 把这个账号交给他 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傻呢 2020年全台的诈欺案件 高达22,945件 平均一天就有60几件 而刚刚开头说的 奈及利亚王子诈骗案呢 他甚至有名到拍成了电影 在Netflix上面 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今天的干嘛不这样说呢 就要教大家 当你遇到一个被骗的人 你要怎么样说服他 你被骗了啦 就跟我们前面几集 不断地提醒大家的 例如说你要道歉也好 你要先了解 问题发生的核心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说服 一个被骗的人 他被骗的话呢 你必须要了解 事实的全貌 直指问题的核心 才有办法指导黄龙 去说服他 有人说呢 这个处理被诈骗的亲人朋友 就要像中意一样 忘文问切 忘是什么呢 你就先看看他是不是神色紧张 要闻阴谋的味道 然后再来是问 问什么呢 问他说 你是干嘛 要把钱汇给谁 最后切 就是切断他的电话 直接不要让他有机会 跟诈骗集团联系 所以你要关注他 你要关心他 了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 开始进行说服的动作 想要说服别人 他被骗呢 一定要放长线钓大鱼 千万不要在你手上的证据都还没有很坚实的时候 就试图告诉他 就去跟对方对峙 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譬如说我们想要证明你的好闺蜜他男朋友劈腿了 可是你手上没有证据 你只跟他讲说 我好像有看到那个谁谁谁啊 跟你男朋友在那边聊得很开心 这种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呢 通常当事人是不会相信的 而且他可能还会觉得说 你讲这种东西空穴来风 口说无凭 你就是想破坏我们的感情 结果他就跟你渐行渐远 当我们充分了解事情的原委 以及手上满满的都是证据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进行说服的过程了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掌握的要点有哪些呢 第一点 表明你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你可以试试看 请对方站在你的立场想 到底为什么你要去说出这件事情 对你自己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但这种时候也不要讲出什么 我是为你好之类的话 最忌讳就是用这句话 去塞对方的嘴巴 因为这样子感觉上 比较像是情绪勒索 说我是为你好 所以提出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你就辜负我了 这种状况只会让那些 可能受骗了需要从你早当中 脱离出来的人 更对你产生敌意 所以在开始说服之前呢 你应该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今天是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让他去思考 而不是硬逼他去接受你的想法 第二点 从强力证据开始着手 观察对方最真实的反应 当对方已经放下心房之后呢 接下来就拿出最强而有力的证据 直接摊出来给他看 告诉他说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这是铁针针的事实 无法改变的证据 唯有利用最有力 而且无法反驳的证据 才有办法马上给对方一个当头棒喝 例如说我们想要劝朋友 离开他的渣男渣女朋友 就要马上拿出一个立竿见影的证据 这张照片他们在打鸡 这张照片他们在上床等等 当然如果说你本人就是那个 第三者的主角的话 那照片是不要拿出来的 但有些人可能会讲说 不对啊 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要循序渐进 才不会打草惊蛇吗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今天你拿出来的证据 就像前面讲的 一开始那个证据是一个 织为末节鸡毛蒜皮的小东西 那这时候就觉得说 你好像这个证据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开始质疑你的各种观点 这时候你就会失去 跟他进一步沟通的机会 亲者当作你在开玩笑 众者觉得你不安好心眼 在挑拨离间 马上再一次逐起心房 拒绝继续跟你沟通 所以第一时间拿出最强而有力的证据 就是让对方先马上了解到 事情的严重性有多少 这个时候观察对方的真实反应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相信的背后 是有沉默成本的存在的 对方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 往往是因为他已经不管在心理 在生理或是金钱上面 都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 这些都是沉默成本 如果有一个人发现自己被骗了 他承认自己被骗的时候呢 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愚笨的 所以通常这种时候 大家不愿意从幻觉当中洗绝过来 就像有些人觉得说 股票只要我没有卖我就没有亏 只要我没有分手 他就还是爱我的 只要我继续不放弃这个笑话 有一天大家都会笑的 只要我继续做这个影片系列 大家有一天一定会看的 这些都是沉默成本 请大家跟这个喜剧开场的主角群 马克白他们致敬一下 放弃有时候不是输掉 这叫急流勇退 第三点 不要检讨受害者 相信大家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很讨厌别人对你说一句话 我就说吧 看吧 我是不是说过 我们很容易在无心的状况之下 对别人说出这样子的话 因为这句话听起来很爽 但当你享受自己 料事如神的快感的时候 这句话在当事人的耳中听起来 是非常的刺耳不舒服的 通常受害者在这个时候 可能还会把你化成跟 加害者一样的范围当中 换个角度讲 如果今天你被劈腿 你已经很难过了 然后你旁边的朋友还跟你讲说 啊我就跟你说了吧 这个人不可靠 你会不会当下很想赏他一巴掌 当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受害者 从受骗的泥沼当中 拉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不应该站在责备 或是嘲笑的立场 甚至你要想办法 让这个受害者觉得说 自己受骗上当 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傻 如果你想要安慰受害者的话 也许你可以这样子来安慰对方 例如今天有一个人 被渣男或渣女给欺骗之后 你可以这样安慰他说 啊这个人真的是太狡诈 太阴险 太坏了 竟然利用我们的善良 利用我们的信任来脚踏两条船 尝试拿出你的同理心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 一起谴责加害者 只有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让受害者觉得 哎呀你跟他是同一国的 但是当我们呈现出所有的证据之后 对方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可能会是 接受你的说服 告诉自己真的被骗了 记住啊这是最好的结果 说服并不是一蹴可稀的 如果你一讲 对方就马上相信的话 可喜可贺很OK 但是也有可能进入到 第二种反应当中 反过来说服你 这也是一个好结果 代表我们这一次的沟通 并没有失败 他没有完全关闭 跟你沟通的管道 他甚至是足够信任 你愿意跟你分享他的观点 这个时候请听就很重要了 特别需要在这个时候听清楚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好好说服他的话 了解他的想法绝对是很关键的事情 你有可能在请听的过程当中了解对方的盲点在哪里 更有可能了解对方要的到底是什么 对症下药拿出最强而有力的证据或说服的方式 但是你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发现说 对方讲的好像有可能是对的 没错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 当你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你未必是正确的那一方 就像是你可能很喜欢看脱口秀 你会想办法去说服你的朋友说 哎呀没事不要去看open mic 那演员都只会讲烂笑话 只会在台上绕赛而已 你的朋友却这样告诉你 哎呀我就是要看绕赛 在open mic上面是最基础最原始的段子 看他们在台上绕赛才有趣嘛 这时候你心里面想说 哎对我怎么都没有这样想过呢 哎这个时候就是新的观点 进到你的脑袋里面 也许我们不一定有办法说服对方 但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观点 这也是美式一桩啊 但是在所有的结果当中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三种反应 当对方进入拒绝沟通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见好就收 千万不要恋战 因为继续讲下去 不管讲什么都是假共的 因为他已经完全关闭了跟你沟通的管道 所以接下来你不管讲什么东西 他都只会敷衍你而已 像是哦这样啊哦对啊对啊是哦原来如此 如果你发现对方已经没有要拿新的观点 来继续跟你交流讨论的时候 这表示对方可能已经关闭了沟通的管道 而更严重的就是拿出有情绪的字眼 像是反正当对方开始讲反正啦反正啦反正啦 反正啦的时候就表示对方已经有点情绪下去 他已经不只是关闭沟通的管道 甚至已经开始对你产生敌意 哎呀反正我就是笨啦我所有才被骗啦 反正我就是傻啦我才会喜欢你这么久 反正都是我的错啦我道歉就是了嘛 在很多的争执当中反正都是不可或缺的固定班底 他们的作用就是让整场战役 后上加油越吵越严重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对方冷静下来 再一次回到理性沟通的环节 就像上一次我们说蝙蝠侠跟超人两个人 应该要开始进入到理性沟通环节才好好说话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情绪台阶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理性我们听懂了 但感性却无法接受 这点很有可能是因为前面所说到的 沉默成本造成的缘故 如果你找不到情绪的台阶 还不断地刺杀对方 暴力性地想要对方去接受你的观点 那么一来敌意只会越升越高 根本达不到说服的效果 不管怎样 如果你发现当对方已经进入拒绝沟通状态 甚至产生敌意的时候 千万不要继续恋战 赶快放弃这一次的沟通 等到他下次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你再继续来说服 当然说服沟通的最后结果 很有可能会是失败再起不能 所以千万要给自己这样的心理准备 就是说服沟通 本来就是可能会失败的 还记得我们最前面说 要说服对方的第一步 就是要告诉对方说 哎呀我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厉害关系的吗 其实这句话不只是讲给他听的 也是告诉自己 我真的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厉害关系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 装睡的人叫不行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就是装睡 你面对这种人 要做的绝对不是大力的摇他肩膀 叫他醒过来 你需要做的就是给自己一点空间 告诉自己放下他吧 他被骗不是你的责任 有些人会有救世主情节 告诉自己说 如果我今天不去说服他 不把他从这个泥沼当中拔出来的话 我这样还算是个人吗 这种救世主情节 仔细想想 不也是在情绪勒索你自己吗 如果你已经竭尽所能地去说服对方 但对方怎么样都不愿意醒过来的时候 也许在梦里面 在幻境当中 他得到了真正的快乐 很多时候 他需要的 是当他好不容易醒过来 觉得自己满身是伤的时候 有一个人愿意站在他的身边 帮助他重新站起来 而那个人 就是当初竭尽所能都要想办法 把他从泥沼当中拔出来的 那个非常非常善良的能 而如果你是那个被骗的受害者 也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事实上今年来有非常非常多高学历 但是被骗的例子 我随便念几则新闻 名人遇骗中研院前副院长 失财2000万 眼书见有出售手机苗博雅 汇款1.3万遭诈骗 知名帅哥艺人兼超幽默喜剧演员 遭网购诈骗 你看 中研院副院长 台北市医院 这些这么聪明的社会精英 都有可能被骗 证明 人人都有可能被骗 毕竟 会被骗的人都具有 能够相信别人的特质 如果你 能够相信人的话 其实这样的特质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 与其花时间责怪自己 为什么被骗 不如把这些力气好好省起来 当你需要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拿那些力气 用力地 推自己一把 但不要往悬崖下推 什么叫做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创作者 我每讲一次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是在伤害我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你还要我讲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吗 你要我讲几次 我每讲一次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的自尊就减少一分 如果我再讲一次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能听吗 按赞订阅开启小铛